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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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師兄 怎麼樣?問得到嗎? 這傢伙十問狗不認 他什麼都不肯說 李宗盛 李宗盛 讓我嘗嘗 你可以不想, 但不等於沒發生過 醫生說你過勞, 營養不良 還有, 你身上所受的傷 已經整個星期沒處理過 不過, 那些蛇頭根本沒把你當成人 不過你算幸運, 你可以收拾一條命 但是有很多人就沒你這麼幸運 他們取命博, 結果嚇死異鄉 他們的老婆子女在家裡天天天天天天天 都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當中有很多是你的同鄉 甚至是你認識的朋友 別說…別再說了 我可以不說 不過我真的很希望你 能夠說出你的真相 馬Sir, 我希望你知道 你的手術不適宜再拖下去 遲了可能起變化 我明白 不過最近我的工作比較忙 我想先完成手楼上的功夫 工作永遠做不完 況且有健康才可以繼續工作, 是不是? 對, 我會詳細考慮 這樣就好了, 我等你的決定 謝謝你, 醫生 來 黃Sir, 有料到 受傷的黑工黃娘終於肯說話 是, 這份是口供 我會看的, 你先回去吧 好 好 根據線報, 這幫黑工被蛇頭 運了在新界北區一個貨櫃場的貨櫃裡面 他們平時就住在這個貨櫃 他們開工的時候 蛇頭就載他們到處去 蛇頭還幫他們準備了假身份證和工作證明 我們把範圍縮窄了 懷疑這個貨櫃就停在元朗裡面的貨櫃場裡面 我們還查到每逢1號和15號 負責人又會出現 出來給這幫黑工, 然後用水路載他們走 大約10天至兩個星期 就會有兩季新的客工偷運進來香港 如果情報沒有錯的話 下距月1號, 網上黑手就會出現 到時候我們的行動 應該可以將他們的網打出來 我剛剛看完網娘的客工 我相信是其中一個客工 他被發現的時候 在北區一個大坑強 上去北區醫院的疫苗 經過醫生搶救36小時 終於撿回人家 他身上有18處傷口 除了部分是工傷之外 大部分是被人用待 根據他的口供 他們每天只可以有一個範圍和一支水 開放 他當時的客工為了一個朋友而打架 他們每天要工作14小時 最初就躲在貨櫃裡睡覺 大小儀便, 全部都在貨櫃裡 所以裡面的清潔環境是非常之外 如果有哪個客工病了 不能開工的話 他就沒有飯吃, 也沒有藥味 如果病情越來越嚴重 他就會被抬走 根據皇良的口供 他是來了第七天 是第三個被搬出去 結果就躺在大坑裡 阿威, 我認為應該馬上聽一聽 莫Sir 根據線報莫黑手效 四十六就出現 我覺得不應該急於一時 應該放長線吊大魚 現在貨櫃裡還有十條八條人 你認為應該還這樣? 我們的目標是打大礙 雖然貨櫃裡 可能真的有十個八個客工 但是只要我們部署精密一點 一次過瓦解這個偷運客工的集團 我相信我們救的人更多 人命關天 我不想這些慘事再發生 但我覺得我們應該繼續等 我沒有時間等 我以為這件事情不能再等 駱Sir 既然我是這次行動的團隊主 我很希望這次行動的收成最大 既然你這麼堅持 我就不勉強你當團隊主 好嗎?你做堅持吧 駱Sir 不如我們再談談好嗎? 不用花時間 阿杰 你跟Conny真是這次行動 你們商量一下怎樣分工 報到樓裡之後,停車場就行 駱Sir… 你先進去 女警方 駱Sir,貨櫃車進了站 請 老闆, 蛇頭也到了 馬Sir, 蛇頭也進了站 我們拿去準備 大家準備 大家準備 是, 老闆 馬Sir, 蛇頭下車了 馬Sir, 現在派人飯, 我們要開始 馬Sir, 我們要開始 馬Sir, 是否可以開始? 馬Sir 馬Sir 阿杰, 你跟Conny配合, 前面有交叉 過去做回合, 走 開始 Conny, 開始 馬Sir, 死了 馬Sir, 走 馬Sir, 殺射 馬Sir, 走 馬Sir 馬Sir, 走 馬S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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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吧 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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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走, 走, 走 你真厲害 想不到麥Sir這麼有火, 簡直是厲害 我看著麥Sir一手按著車 再飛身進去捏著蛇頭突擊 成為甚麼叫喬神 可惜阿Ply看不到 不然一定對麥Sir心虎口虎 Sir… 今晚還沒收工? 是, 麥Sir, 你還沒走, 誰敢走 是呀, 你是我們的偶像 我們真的要向你好好學習 快點就立即收工 你們有很多時間, 長命功輝長命做 是, Sir… 麥Sir 你沒事吧, 沒事 既然你這麼堅持 我就不免許你跟Keymater 你還要回答吧 麥Sir, 我們就行動了 麥Sir, 是否可以行動了? 麥Sir 麥Sir 阿杰, 你跟Keymater去, 請客包抄 過去做一顆, 去 走去哪裡? 麥Sir 麥Sir, 走 麥S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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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麼晚呢? 把手禮物弄好, 你也太棒了 我也要弄好手尾 聽手足說你今天很英勇 像拍電影一樣 首先飛上貨櫃頂 然後打關斗, 到車頂上 把蛇琴刺了 你說得很誇張 是誇張點 不過你一人之力把蛇頭弄好 是真的 幸好而已 不過回想起來, 我真的做錯了 萬一我不是那麼幸運 很可能破壞了整個行動 還有一定是險性 對了, 這麼晚 我想你也不會回家吃飯 有沒有興趣陪我? 當然沒問題 就是了 來, 本路沒有一起喝嗎? 你忙嘛 今天又破了一宗大案 看不出很快就升職了 怎麼樣?做得慣不慣? 不錯 我對你很信心 多謝, 永叔 外賣點給你, 怎麼搞的 阿楓, 有空就約Kelvin出來 你們是好朋友 他這份人做事就很浮誇 不像你這麼責任 有空幫我照顧他 怎麼搞的?要我照顧他 我最放心不下的都是他 你說得好像托姑一樣 一個人很難說的 阿楓, 你今天很感性 阿楓 杰哥 你媽媽, 坐吧 某Sir, 你老實告訴我 你是不是有不妥 我有什麼不妥? 沒有 你為了黑工和阿威撐到行 為了立刻行動 你今天在貨櫃場的時候 突然間有改變主意 我要做回應 你看見那個蛇頭握著車走 你連命都不要, 就拿著車去截他 整個行動裡進進退退, 失敗方寸 你還說你沒有不妥? 那個蛇頭冷血嘛 他也不當黑工是人 還用車子去揍他 這樣我還放過他嗎? 我還是人嗎? 阿楓, 大人… 你不值得要跟他陪葬 你一天班的時候教過什麼? 你說紀律部隊是團隊 不是個人英雄主義 在行動的時候 首先要顧及自己的安危 但是為什麼這次的行動 你講一套就做一套? 看來我不需要向你解釋 某Sir, 你為什麼不回答我? 某Sir, 你為什麼逃避我的問題? 某Sir, 你回答我吧, 某Sir 你坐吧 Mr.明叔, 你知道後來有什麼不妥嗎? 我在裡面, 散了老婆 某Sir, 你上次開車突然看不到東西 就是因為這個原因嗎? 醫生說要做手術 但是成功率不只一半 我沒有時間了 我可以做的, 我要盡力去做 因為進了手術所之後 還有沒有機會我就不知道 那你有沒有告訴蕙姨和Kelvin 知道嗎? 為什麼你這麼大的事 都不告訴你家人? 我和阿蕙已經離婚了 她已經不是我老婆 我不想她擔心 再說, 她明天就是攝影展 我不想影響她 明叔, 攝影展對比起你的病 算是什麼?你別找藉口了 Kelvin呢?你什麼時候告訴她? 我知道了, 告訴她就等於告訴阿蕙 這就是我個人的事 我懷疑了, 我不想她擔心 駱Sir, 我沒權去干涉你的家事 但我覺得你的病不是你個人的事 也會影響到查記的工作 這次行動你沒事是因為你幸運 不是, 我相信大家都不想再見到 你失神的情況出現 我會盡快處理我的病 不是盡快 是要立刻等工作去治病 難道真的有什麼事 才處理什麼明叔? 駱Sir, 你經常說人命最重要 但為什麼發生在你身上的時候 你又不懂得去分這個輕重? 再說, 查記不會因為你請病假而想當 我們需要的, 是一個健健康康的領導 領導著我們 好, 我答應你們 我明天就跟上級會談 很好, 我知道 你還說葉先生是攝影民家 我覺得你只說葉先生是攝影民家 我只是業成員 所以我這次鋪鋪光 一起辦攝影展 明慧,你太過欠虛了 兩位,拍張照片 好… 一、二、三 謝謝 謝謝… 請參觀一下 好 明慧,一會兒有沒有時間吃午餐? 媽媽,我想爸爸正在來 不如我們訂定桌和他一起吃午餐吧 你爸爸現在還沒來 工作也不知道做到多少點 我看吃晚飯就差不多了 不如吃午餐和午餐兩餐都吃光吧 好,看看怎樣 Curvick,這個福是我最喜歡的 你覺得怎麼樣? Muffer… 我今天打電話是想告訴大家 我知道,因為私營的理由 我已經去上頭申請了暫時休假 Muffer,你打算休假多久? 大家可以放心 處理好私營的問題,我就會回來 所以在這段時間 Roy會握住我的位置 其他事情一切都沒變 Roy因為要兼顧A隊的工作 所以工作量很重 你可以把部份的工作交給其他同事 阿杰,他能做事,可以給他一些事 Muffer,我有一個問題 什麼問題? 我想知道Muffer你休假的真正原因 Roy,我想Muffer休假的原因 不需要向我們交代 我很想Muffer回答這個問題 因為我擔心Muffer的休假 會影響到我們調查組 私營的理由是不需要交代 不過我可以回答你 阿杰,我們調查組的架構非常嚴密 雲罪也非常成熟 不會因為一、兩個人不在這裡 而受到任何影響 如果真的有影響的話 我和上堂都會作出妥善的安排 三位 給我等 Muffer,我下個星期就會接受腦部手術 那就好了 不過我不是Roy,你不需要向我交代 我不是向你交代 我向你說是想你和風仔安心 至於Roy,他的性格比較自負 但他做事沒問題 你們做他的副手一定支持他 如果我不想到你們對著小型的 千萬不要放眼手腳 你放心,我做事不是為了向你交代 就算你不在這裡,我也會盡力地做 那最好 什麼事? 沒事 你幹什麼?又看不到東西嗎? 我有點頭疼,有點暈 不如我和你進醫院吧 不行 我已經答應了去看事業展 別死定了,我和你進醫院吧 走吧 好了,送我發肥,我可以用我嗎? 明慧 男, 甚麼事? 你記不記得我和你提到南非拍照的時候? 是呀, 抱歉, 我想我去不了 我覺得你應該要去 因為南非色彩, 很豐富 無論是拍動物或是拍大自然風景 可以有很多題材 如果你現在改變主意, 來得及 或許下次吧 好, 那我先招呼朋友 怎麼樣?找到嗎? 還是非你留意信箱 你怎麼這麼晚都不來? 爸爸在趕你了 可依 不好意思, 行動剛剛升完 所以遲了一點 你真有心, 這麼忙都趕你 你知不知道我爸爸 有沒有什麼特別的行動? 沒有, 他今天沒有行動 他還沒來? 好嗎? 二十多年來都是這樣 答應了, 到最後又不見人 離婚是不會改變一個人的 明慧 職員提我們要走了 時間關門了 阿嵐 你以為如果我現在訂機票 會不會有空跟你一起出發? 一定有 好, 就算沒有機會, 我可以改期 我現在看看 媽媽, 不要這樣 爸爸一定有事在做才來不了 你爸爸有事也好, 沒事也好 已經與媽媽無關了 真的找不到明叔 直飛來不信箱 他之前說過今天一定會來的 就是了, 電話又不打過來 你怎麼會有事? 不是吧? 我去找他 我和你一起去 調查組說明叔已經逃走了 你電話打劫也不通 也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阿楓 傑哥, 為什麼你在這裡? 是我叫他上來研究案件 媽媽等了你一整天 你不來都可以打電話來 現在躲在這裡工作, 你不是吧? 我剛剛收到一宗大案件 要部署一下 對了, 你幫我和你媽媽說一句對不起 你要說對不起那個不是和媽媽 是你自己 你和你剛才好一點 打算有關 你現在又變成以前這樣 你媽媽那麼失望 現在媽媽因為生氣了她失弱 已經約了攝影師明天一起飛去南非 明叔, 你快和我已經說清楚 你和你媽媽說, 叫她玩得開心點 你…你不是吧? 這真的令我很失望 Kam… 明叔, 你到底在搞什麼? 麥先生剛才在茶記下班 我有一陣子病發 差點暈倒 是他叫我送他回來 吃了藥之後他再去見雲 所以沒有去攝影展 他又不想家人擔心 所以沒有接電話 明叔, 為什麼你不跟Kelvin說清楚呢? 為什麼你要懷疑他們誤會你呢? 我說我不想我們擔心 好, 你家裡的事暫時不要管 你的情況好像比之前嚴重了 不如馬上去醫院吧 麥先生和醫生聯絡過 醫生決定明天提早替我做手術 麥先生 你太太明天和另一個男人去旅行 其實現在還有機會回來 還有, 你的病康復的機會只有一半 你不想通知麥太太嗎? 他現在已經不是麥太 他跟我的婚姻裡不開心 他剛剛找到新生活 我不希望他再不開心 如果手術成功, 我會告訴他 如果失敗的話 我希望能夠令他的傷心縮到最短 至於Kelvin, 我這個做爸爸的 希望能夠在他心目中 是一個努力工作的爸爸 這件事, 你是否知道 一定是 laid out 他還是有 어느様子的 馬上, 你不是有ない? 坐的吧 我嘴巴 馬上生了 這次的手術 我會用塑膠刀 幫你去腦內的鬚 塑膠刀雖然是微創手術 但是由於你的鬚 壓住了眼部的神經 手術的難度和風險 亦相應提高了很多 這份是手術和御書 你考慮清楚 決定做這個手術的就叫嘉仁簽署 好,我自己簽 你休息一會 一會兒護士會替你做手術前準備的事 謝謝… 尚芳,你那陣子有甚麼事 你幫我把這張結婚戒指交給你為意 可能的話,幫我照顧Kelvin 別說這種話,你不會有事 來吧 手術是有風險的 阿芳,方應有多大,機會有多大 我清楚 總之過幾天我先去桌子吃海鮮 我請,但你包底,你不要放飛機 好 我很累,你讓我休息 那你休息一下,平叔 好 嘗嘗 媽媽,你真要向曉哥少蔥師南非嗎 那個怎麼了 沒事,不過…你真的不理爹地? 不要再提他了 幹什麼?你不想媽媽開開心心地去旅行嗎 我當然想你開心 不過我更不想你跟他單獨這樣去 慢的也看得出來,他正在追求你 是也好,不是也好 媽媽現在什麼都不想你 你只想拍照,散散心 阿楓? 衛姨,你跟Kelvin馬上來醫院 幹什麼? 冥叔要做手術 Terry 等等… 爸爸,是Larry,爸爸在這裡 爸爸,你沒事吧? 不是阿楓跟我們說 你都不知道你病了 我…我們之前還誤會了你 Kelvin 怎麼這麼大件事都不跟我們說 是否我們離婚了,你就不當我們一家人 你還當我是你一家人? 當然了 不管發生什麼都好 你也是Kelvin的爸爸 是 我身上Kelvin的時候,是你陪我來手術室門口 現在你有事,我和Kelvin都會在這個門口等你出來 明叔,我知道你不會信心擺在這場仗上 我才叫衛姨跟Kelvin來支持你 我一直以為自己很硬,可以撐得過去 你怎麼會離婚了,我真的很害怕 我怕我進去之後出不來 再見不見你和Kelvin 不會的,爸爸 你別說了你今天事,一定沒事的 就是了,你不留得很堅強的嘛 我對你很有信心 你一定可以打贏這場仗 我和Kelvin會在這裡等你出來 答應我,一定要回來 我答應你,我一定會打贏這場仗 一定會回來 進去 我沒事了,千萬不要有私人 沒事的,媽媽,爸爸一定會沒事 出回來了 終於來了 來吧,醫生 醫生,怎麼樣? 我爸爸的手術怎麼樣? 手術很成功 我已經看麥先生的廁所也有老老 現在要拿到組織去化育 看看是良性還是惡性 麥先生沒事,不過去樓院觀察一段時間 等會送上房,你們要上房找 好,謝謝你 謝謝醫生 謝謝醫生… 謝謝 Kelvin,起碼手術成功吧 看看你們,你已經很累了 你先回去休息吧 我陪你爸爸可以了 媽媽,你也很累了,你坐了一整晚 對,不如我們跳著 行了,不用了,我陪你行了 那好吧,我們先回去吧 好,回去 媽媽,你小心點 我明天早上再來陪你 好,自己小心 好,再見 再見,學姨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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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eil 是 你醒了嗎?醫生說你的手術很成功 怎麼樣?你的傷口痛不痛? 你肚不肚餓?我給你倒杯水 你這身旁的人什麼都不懂 你怎麼照顧你爸爸? 來吧 美淑 爸爸 我來了 爸爸你醒了嗎?我煲了湯來喝 都說不能喝雞湯 什麼?剛才我問過醫生 醫生說爸爸的發言報告出來了 他說那個腫窩是梁姓 梁姓真的沒事…就真的能喝雞湯 你真的沒事了 梁姓當然好 但是你還不知道梁姓的時候是煲雞湯 那就是亂來 對,不要了,明哥,我去接你回我家 西貢環境也好,空氣也好 優養你就一流 嫂子 不用了 明嫂子,你別再氣媽媽了 我沒把你這次這件事告訴她 她鎖了我頭一整晚 你再譯她意,明天去醫院的那個是我 好,大家禮事,大家都沒事吧? 不,浩姨,媽媽會懂得照顧我爸爸 他們已經來婚了 沒理由煩著阿慧 你爸爸這麼多年來照顧我們 好像一家人一樣 現在他有事 我們沒理由承受雙手 不管,沒義氣 浩姨,不過… 你再說,我連你也照顧了 就這樣吧,就這樣吧 對了,你真的沒事 我煮了東西給你喝 別喝雞湯 葉小姐,你好 你出來了? 是呀,我今早放出來的 我第一時間要來謝謝你和方Sir 要不然只有你倆幫我找個身分 我到現在還在做過街老鼠,做人球 那你不用這麼客氣 我們只不過做回我們應該做的 姐姐,那現在就算不錯 你可以靜靜靜靜地找回一份工作 不用再擔心生活 當然了,我一定會的 不然就浪費了你們一番心思 我沒什麼可以謝謝你 太貴的東西我又買不起 而且你們也不能收 所以我只買了幾個雪梨給你 希望你適合 適合,我和方Sir也喜歡吃的 謝謝 謝謝 不妨礙你了,我先走了,再見 再見 再見 那個是誰? 那個Michael 我之前跟他說過有個沒身分的黑工 沒身分做黑工被拘捕 坐完出來又做黑工又再被拘捕那個 是呀,我就是他 幸好我和阿杰幫他找個身分 現在可以重新做人 剛才就買了你來感謝我們 是嗎 其實這件案子我真的有成功感 我覺得除了可以解決到根本問題之外 還可以幫到人 簡直是我進入檢控組以來 最成功、最有滿足感的案子 做檢控最滿意的 不是應該能夠負責大案子嗎 老實說,要告得進入一個黑工有多難 只要幫人找個身分 嚴格來說也不是在工作範圍之內 你不是社工 案子結束後就要劃清界線 要不然他們當你水泡的話 有甚麼事來找你就只會裝了自己 你這麼說是歧視人 做的,你一直以來都是一份局做的 接觸的大部分都是街坊 所以環境很單純 我當警察這麼久,有甚麼人沒見過 有很多事你沒想到 我這麼說只是想保護你,為你好 對了,你現在是甚麼事 阿倫過去公國了身,今天上另一位 我打算是朋友一場 大家一起去表達心意 是呀,是應該去的 不過阿倫上次這樣 我怕他見到我又發洞禮 那發洞禮也要去的,大家是朋友 如果這次再不去補王 我怕下次再見面 連朋友也不能做 現在去吧 人世不能復生,你阿恭年紀這麼大 還是叫少爽,你別這麼傷心 你這個小意思收了它吧 你收回它吧 我阿恭做手上的錢都是靠你 我欠你很多了 大家一場朋友,你不要跟我介意 你們這些,當我是兄弟的收藥呢 當好 你和阿佐都是我的好兄弟 我真的想不到阿羽會變成這樣 看著我死他也不管 阿羽,這些人不是兄弟 阿倫 我和阿羽現在是散鑄香焗焗的 小小意思,只可以順便 又收 只可以順便 白金的小小意思 小意思 你留乖自己的勇 阿倫,你不要這樣 你不要現在出來裝好人 醫生說如果早點籌到錢 我阿恭可以早點做手術就不用死 你安心吧,我很感謝你一隻黑魚 所有都是我的問題 你就一點問題都沒有? 我有問題 我有問題,我沒有發達,我沒有錢 只是這樣而已嗎? 你想說什麼? 民心,出來做這麼多年事 連一筆幾萬元的手續費都拿不出來 為什麼? 我去的事別說 不是,說來幹什麼? 你有什麼想說?你今天全都說出來 我想說你推卸責任 你不是難賭,你怎麼會沒錢依你阿恭 你不是難賭,欠個周身賭債 我怎麼會不借錢給你 你窮得都沒有信用 全部都是你自己拿來 所有事都是你一手做成,不關人事 各位,別再說,你說得對 說吧 是我女髮,我阿恭 那不關你的事,走吧… 走吧,走吧,走吧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